大家好 今天跟各位介绍一分钟面与种花草 在八字上是需要木的人 其实种花草对他来说 就是一种取运的一种状况 所以你假如是八字上是需要木的 其实你去种种这些原灾盆溢 其实对你是有帮助的 因为你在培养这些盆灾的时候 修修修修修 你在无形中就是接触到木的这一种力量 这样子来讲的话 在对于你的运程会是有帮助的 像以前来说 我们需要木的时候 我们就做一件事 就是去公园里面找一棵树 就抱着树 就是一只手扶在树上 现在的话是还好 你就拿一个手机 背靠的树在那边滑手机 这样子也可以去取到一个木运 所以来讲八字要木的人可以去报树 可以种树 种这些花花草草 这些都会对你的一个运程有所提升 今天就跟各位分享到这边 大家下一次有缘再见 拜拜